本着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的精神,帮助弱势家庭温馨过年 幻元寺以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,不分种族与宗教信仰,赠送物质与红包,让元香弱势家庭温馨过年 佛陀以无缘大慈,同体大悲,那我们不分种族,不分你我,以无缘佛界慈悲的精神 那我们进入了到原住民的各个部落或者是学校,那我们除了赞助学校,那每年的这个奖助金以外呢 还有我们也捐助了学生,那么呢,清函的学生呢,从这个衣服啦,制服啦,或者是各项他们所需品 或者是他们的营养午餐各个点点,那这都是我们的居士他们的发心,来这样子跟他们结这个语言 那所以现在小朋友很可爱哦,他们这个都会讲啊,这个我的营养午餐啊,是阿弥陀佛给我吃的哦 我的学费是阿弥陀佛给我教的哦,非常的可爱 那从这样子也跟我们佛呢,结了一个这个佛缘 那重点呢,今天的这个活动,我们也呼吁我们全国,我们所有呢,大家都要来共同关心 我们社会角落,大家没有办法去关心到的 我们大家用我们的心,因为我们都是这个一家人,那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 那也借着我们今天这样子,也能够响应我们社会大众也共同来关心 万元市的义工居士,长期赞助讲助学金与弱势族群 以期望透过众人的发心,带动社会大众能关怀弱势族群,让台湾能更美好 史方新闻,黄慧如,黄凯杰,屏东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